嗨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這一顆 就是被finger style 然後前一陣子我也看到很多爵士吉他手 獨咒的爵士吉他手 很喜歡用的一顆效果器 就是BOSS的這一顆OC3 那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用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家想要模仿bass 它本身是一個可以讓我們聲音低八度的一個效果器 那在這一顆之前大部分低八度的效果器 都是把我們所有彈奏的音符變低 所以它就會包括我們的高音 有沒有 就是我不論彈奏 C的弦 高音還是低音 它就是會把它低八度 但是對finger style的player 或者是爵士吉他手來說 這一顆到底特別在哪裡 它就是可以把頻率分開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這個 它有一個這個poly的功能 也就是說它會抓取某一個頻率 你可以調整這個頻率 某一個頻率以下 它才會做低八度 以上它就直接把它卡掉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它的差別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poly的這個狀態對不對 我先把它全開 等於說所有的頻率我都抓取 所有的不論高音還是低音 它都會有彈八度的效果 所以我彈這個高音 都會聽到這個低音的效果 可是慢慢的如果我把這個頻率往低音方向挪 也就是高音 我慢慢的不去抓取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我把它轉到中間好了 你再聽聽看這個高音 它是沒聲音的 你現在聽到的是我木吉他本身相提共鳴的聲音 但是那個低音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慢慢的往低音下去試 你看沒聲音 沒聲音 然後聲音慢慢的出來 然後這邊就有被子了 好 下面是乾淨 而且不只這個樣子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來 這一顆為什麼會被我們所喜愛 就是因為它有另外一個 乾濕訊號分離的一個效果 什麼是我們所謂的乾訊號 也就是還沒有經過效果器 染色之前的訊號的聲音 那什麼是濕訊號 就是被這一顆效果 染色過後的狀態 我們交那個訊號叫濕訊號 它可以把乾訊號和濕訊號 做分離的現象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接的是什麼 我吉他的聲音進來 進來了以後 經過它的染色 這一條 就是染色過後的濕訊號 但是這個Direct Out 它就是乾訊號從這邊出來 所以我這一條導線的聲音 是乾訊號的聲音 這一條是單純的濕訊號的聲音 所以它並不會把你的兩個聲音混在一起 它是分開的 這個樣子 我就可以非常純粹的去把 貝斯的聲音跟吉他的聲音 做分離的動作 然後分開的去做調整 而且它是兩鬼喔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可不可以吉他的聲音 過各種奇怪的效果器 可以啊 那我貝斯 可不可以自己過貝斯的效果器 也可以啊 但等於說 你可以分開獨立的去調整 兩邊各自狀態的聲音 所以它的可控性 它的調整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現在這一個是調整私訊號的音量 這一個是調整乾訊號的音量 我們先來聽聽看 只有乾訊號的聲音是怎麼樣 那如果只有私訊號 也就是低八度過後的 訊號的聲音的話 有沒有 剩下的聲音 只剩下那個 低音 然後我再把它合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再聽一下就是乾訊號跟私訊號 這樣子獨立分開以後 然後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它的聲音狀態會怎麼樣吧 然後在最後我再帶你們偷偷看一個東西 這個我之後的影片會再介紹 所以現在我是把這個乾訊號跟私訊號 分別獨立的進到這邊 兩個input 左聲道跟右聲道 所以我接到這個Like6 這一台左聲道是乾訊號 也就是只有吉他的聲音 然後私訊號就是Bass的聲音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下 我就把它分開的去做調整 所以上面我走的是吉他 這一個我加了電吉他的音箱 然後這邊這裡我還可以加破音 甚至我後面還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效果 如果我想要的話 然後下面這一軌呢 就是我加了是Bass的一些效果器 像比如說我就有用EQ去調整它 然後有用Compress去壓縮它 所以像剛剛聽到的是沒有破音狀態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加上破音以後 它會變成怎麼樣 現在這個狀態只是單獨 OC3加上這一台Like6做出來的效果 就已經這個樣子了 它就會變成是又有電吉他的聲音 然後又有Bass的聲音 而且我還有其他的聲音可以加喔 讚吧 最後如果有想要聽任何的主題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都很樂意為你們解答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點字幕支援 便 感谢观看